家人们家人们 中洞的马克一总算等到他啦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今天我们来玩眼前的这一款 来自中洞出品的钢铁侠马克一 产品的外包装延续了前几款相同的设计规格 无论是包装的造型 还是到排版布局 甚至是做工用料 可以说是一脉相成啊 打开包装的方式也是熟悉的很 所有的内容物依旧是两层吸塑包装 但有意思的是 第二层的吸塑总算跟前几款不一样啦 当然这也要多亏马克一的机设 使得他不需要那些替换造型手 首先拿出主体 我们需要对马克一的外观 进行完整样式的组装 这次的马克一在主体的表面 有着非常丰富的旧化涂装 但零件的表面还是少了一股真实的金属感 无法还原成电影中的模样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好在他的身形倒是拿捏的还算可以 远看之下有模有样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对他的外观能够打几分呢 头雕的部分是我最为不满意的一个点 尤其是眼眶内的细节 如果说此处是镂空结构 内侧就算用黑漆来打底 也能营造出阴影的感觉 环顾四周 肉肉的边角 倒是挺符合马克一的机设 毕竟是用手工制作出来的嘛 头部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左右旋转 至于侧摆和抬头低头 那就别指望啦 胸腹部装甲对旧化的营造感 算是做到位了 表面有着凹凸的纹理刻画 旧化涂装谈不上出彩 也算是过得去吧 背后倒是通过涂装 来还原了STARK的字样 小煤气罐周围的机械细节 表现得很不错哦 下方的屁帘是一个软胶件 在它的胸腹部是没有任何可动啊 两条手臂的外甲层次分明 有明显做出堆叠的设计 配合上内部类似皮的纹路 看着还有那么点真实感 手臂的平抬角度不是很理想 大范围的垂直旋转 倒是不在画像 整条手臂没有任何的平转关节 居肘的表现连够用都达不到啊 而且从侧面可以看出 这次的关节又回归成了最早的洞洞关节 从两条腿上我们又看出金属件的包裹 反而是感觉像两大块皮质补丁 将整条腿包了起来 从侧方看就会好上很多 装甲内侧的皮质纹理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大腿根部有着轻微的下拉关节 只能拉一丢丢啊 整条腿可以前踢至90度 大腿侧方的装甲都为软胶件 后踢也可以达到90度 在这一处的侧踢跨关节处表现得非常的松 另一侧就还可以 对于它的侧踢角度 你也就不要要求过高了 很遗憾 居膝连90度都没有达到 而且关节设计同样是简单粗暴的动动关节 脚底部同样有着小细节 整只脚的接地性 它只有左右旋转 像什么前后踢 内外侧摆 都别想了 所以说这款中动钢铁侠马克一 它的可动啊 依旧是中等可动 甚至我觉得这一次连中等都谈不上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会给它的可动打几分呢 该款马克一的身高约17.6厘米左右 与同系列的其他几款钢铁侠进行对比 你觉得做的怎样呢 配件部分 地台就没啥好说了 只是在文字印刷上有点出入 让我们着重来看一下这一回提供的火焰喷射特效件 透明件材质 表面有着渐变色的涂装 你说这是火 我觉得像个炸鸡也不为过呢 在特效件的底部有做出明显的区分 在手臂的连接连接之前 我们需要对特效件连接处的造型进行观察 然后再来与手臂上的凸起进行配对组装 组装完成之后的紧实度非常不错 OK玩留下来呢 我觉得眼前的这一款来自中动出品的钢铁侠马克一 它的各方面表现依旧是很普通 参考它100多元的售价 有这一副外形 我个人表示能够接受 但它的可动可真的是让人灼急啊 甚至在肘关节和膝关节 还缩水成了最简单粗暴的动动式关节 反正组装我是最讨厌这一类关节设计啊 既不美观对可动的提升也没啥帮助 至于配件嘛 由于机设的缘故 我们对马克一的要求也就只能是这样了 聊点题外话 与马克一这一副极具已成碑式意义的装甲不同 在中动的玩具看来 更多的是这个系列的完结 不知道有多少玩家跟我一样 收集完了妻子之后 也就不太会再关注这个系列了 当然如果你对该系列或者这个马克一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打出来哦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神天玩具组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国魔资讯 不妨加拨关注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是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恰